从太阳能板及洗衣机 到钢核底 进入2018年后 川普接连就进口美国多项商品 祭出防御性关税 令白宫自由贸易阵营 失去议员大将 6号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 请辞获准 华府盛传 他败给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纳瓦罗及商务部长罗斯 组成的钢铝联盟 无法扭转总统不计后果 课征关税的决定挂罐求去 事实上川普1月时 才说希望科恩长半左右 去年底 美国30年来最大税改过关 主比内容的科恩是关键推动者 由于他是民主党籍 加上出身高深的背景 华尔街一直视他为白宫内少数的 非经济民族主义者 科恩的离开 令川普政府创下第一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统计 官员离职率34% 美国历届政府最高 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动作 这个是市场上学习的信心 这就是市场上学习的信心 这就是市场上的信心 这就是市场上的信心 1.16市场最大忧虑 无疑是川普政府未来 是否会更早向贸易保护主义立场 继续以不公平为口号 进而发动全面性贸易战 指川普者 莫若曾如他大乎的班农 美国总统前新赴幕僚 6号在苏黎世演讲 给了否定的答案 川普不想开始一个交易战 但是 他会在桌上 唯一能够在桌上 因为有足够的欢迎 有足够的WTO联合 有足够的议会 有足够的政治经济调 有足够的政治经济调 这都是欢迎 班农认为 川普貌似把功拉满 但亦不再放箭开战 寻求谈判才是最终目的 彭博社8号指出 川普援引美国1962年 贸易扩张法中 极少引用的232条规定 以威胁国安为由 在全球课征钢履税 其实是想以单边行动 取代世贸组织的协调与仲裁 直接与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 中国解决问题 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 3752亿 大陆蝉连美国逆差最大 来源过 大家关心中美的贸易摩擦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历史的经验证明 打贸易战 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 选择贸易战更是抓错的药方 结果只会损人害己 人大记者会上 王毅隔空喊话 但北京心里明白 川普无意打贸易战 正如王毅所言 双边过往 关税壁垒战 无人是赢家 2009年 欧巴马为反制大陆轮胎倾销 开征35%关税 结果两败续伤 况且华府若真要对北京展开贸易战 为何课征关税的品项 全都不痛不痒 太阳能板 大陆仅占美国进口量8% 最高的是马来西亚36% 占美国洗衣机市场份额最高的是南韩 美国钢驴进口量皆加拿大最高 至于中国两项皆排不进前三名 且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钢驴 占不到中国贸易总量的2% 华府智库专家认为 川普此时出手 极可能是为了下半年 美国的其中选举选行 他提供他的基础 这些人 正式签署钢驴税施行的记者会上 川普错把美国贸易逆差总额 说成中美贸易逆差总值 但也足见他对两国逆差逐年扩大 多么不满 川普口中的制裁权是他认为可用来改善两国贸易逆差的筹码 去年8月川普签署了对陆器针对意味浓厚的301调查 指控大陆设置外商投资门槛 要求以合资企业方式强迫美商转移技术窃取智慧财产 最终结果将在4月公布 据传白宫届时将对中国在美投资设限公布细节 鞋类服装和消费性电子产品是传言目标 今年初就顺传白宫施压 美国两大通信营运商Varathon及AT&T 放弃替中国手机龙头华为再与销售 纽诗说眼前其实称不上中美贸易大战 只能算小规模冲突 但川普还想一无二之 我们正在谈谈涉取NAFTA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会封锁涉取NAFTA 川普喊出开征钢铝关税当周 美国钢铁第一大进口国加拿大 及第四大的墨西哥 正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与美国进行第七轮谈判 协商进入尾声之际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 对谈判进度迟缓 代表川普政府发出不满 川普始终认为 NAFTA是史上最差的贸易协定 因为几乎消除美加末三国间的所有关税 美国劳工蒙受不平弹率 如加拿大软布和墨西哥玉米 就是靠着NAFTA大量倾销入美 造成美国同类产品市占下滑 美国国内就业港费因此萎缩 就在三国谈判最后一日 川普企图以钢履关税 逼迫加末就范 最终尽管川普豁免 两国钢履关税 但加拿大及墨西哥双双回应 这无关NAFTA谈判 等同到达百攻一枪 至于中美貿易上 倘若川普针对大陆在美投资设限 如消费性产品 全球产业供应链连一效益下 势必在亚洲冲击日本南韩 在美国国内冲击科技拘破苹果 川普虽摆出鹰派姿态 令全球弥漫贸易战延消 但当真开打 美国也会骗体瓶伤 或许盘战不能视同作战 但至少对基本盘 绝对有催票作用